江山纵横 云桃飞流 多少豪杰装之温愁 天地之间聚散一壶酒 大江东去浪淘尽多少悲愁 天下隐形世事造酒 风雨人声为梦想奔走 无处含义不是谁都能感受 天下英雄 相伯兄 自从陈胜吴广起兵以来 战火绵延七年有余 兵刀之下村庄焚毁 田地荒芜 尸横遍野 百姓民不聊生 起先还是为了窥帆先秦的暴政 后来纯粹是楚汉两家纷争天下 江伯兄 现在到了该停止战乱的时候 天下的黎民百姓 无不起盼着休养生息 可这凡事都要有个子丑银毛 戏论起来的确是你家汉王 首先违背了盟约 反叛我王 这才引起了天下刀兵四起 生灵涂炭 由此说来 你家汉王不但是千古罪人 而且是罪魁祸首 你我是来议和的 何必成一时的口实之力呢 我家汉王愿意霸王共安天下 让百姓能够休养生息 重享太平 你我作为臣相 完成使命即可 多言也无疑啊 谈成即可 好 小大人 就依你 尽快开出 你们的弹劾条件吧 好 不 以鸿沟为剑 鸿沟以西为汉 鸿沟以东为楚 从此平分天下 互不侵扰 如何 东西分明 相安无始 如此甚佗 谢萧河大人 还有一事 说 楚汉从此相安无事 那么 法王是不是应该 将扣押的汉王亲眷 纵还给我们啊 萧河大人 这个事情你放心 这是理所当然之事 相伯在来之前 我家大王亲口对我说 而等回去 尽可放心 不日 汉王的家属及亲眷 既当悉数奉还 安然无恙 多谢相伯兄 多谢萧大人 能送你 相伯大义 送我们出去了 当真 我刚刚出去 见到外面的护卫 对我的态度都比以前好了 等见得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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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见得汉王 不仅跟汉王说 要给你个名分 怎么 你不愿意 那是怎么了 没什么 没什么 那就好 这次我们姐妹两个 可以一块回到汉影 从今以后姐妹两个 就可以在一起了 对了 汉王身边有个契机 不是个简单的女人 有你在我身边 可以给我出出主意 上一次 我就吃了她一个大亏 好了 汉王身边 会有很多女人 再说我也没见过她 眼不见心为静吧 我是个笨女人 能帮你出什么主意啊 怎么 你到底要不要跟我回汉影 其实 其实比起回到汉影 我更想回自己老家去 你胡说什么 你自己一个人 谁照顾你啊 我一个人过穷日子过惯了 不用谁照顾 再说 我还挂着我那个店呢 真没想到 咱还能活着出去 因为自己一定会死在这儿 早把其他的事跑到脑后去了 你跟了她这么多年 不让我们凭着 一段时间 都不还可以 事儿 尽管 温厉 他 他留机能好好的 其二呢 就是汉王的名 从此天下太平 除此之外 我别无他求了 朝日 曹氏 你真是个傻女人 可是你不跟我回去 她不会答应的 替我把这个给他 他会懂的 谢谢你 曹氏说 这一次就不跟我回来了 他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这钱 是我还给他的 我在他那个小酒馆里 喝酒从来不付账 后来我一并还给了他 没想到 他保留得这么仔细 别动 怎么了 怎么了 来来来 干什么 和军啊 你伺候我刘家一辈子的 来 让我伺候你一次 不行 大王 使不得 和军 不行 大王 快起来 就让我伺候你一次 行 别动 使不得 别动 别动 我伺候我伺不住 我伺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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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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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俄军 是一个干什么 我伺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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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的女人 可是为了这个家 我不能 我不能死 莫居 无论将来发生什么事情 不管我能否得到这个天下 我不让你再辛苦了 你永远是我的大夫人 美女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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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伯姬拜见王后 王后回来了 是王后姐姐回来了 契机拜见王后 二位先聊 臣妾先告退了 起来说话吧 谢王后 看来最近妹妹忙得紧啊 姐姐取笑了 妹妹心里面一直惦记着你呢 这下可好了 盈儿马上就能见到她的娘亲了 妹妹打从心眼里面 十分欢喜呢 我不在的这些日子里 妹妹替我多费心了 也为汉王的事情 操了很多的心 李智记得这份情意 以后 我一定会还的 妾身只是做了些分内的事情 哪个娘亲 不为自己的孩子着想呢 你我的心意 原是一样的 伯姬啊 今天我把你找出来 就是想跟你说说心里话 好好地谢谢你 大夫人您言重了 搏击没有做什么 你之前做的那件事情 我已经清楚了 我很佩服 如果换成是我 可能不会有那么果断的决定 也不会像你这么勇敢 大夫人过奖了 我有个问题 想请教你 大夫人请讲 你会原谅一心一意 想害你的人吗 我知道这个问题 问得很唐突 可是在这汉营当中 形形色色的人很多 真正把汉王装在心里 一心一意 为他着想的人 并不多 我希望你 能够分清善恶是非 大夫人请放心 搏击从来没有非分之想 搏击只想自保 所以 搏击绝对不会做 对不起大夫人的事 我知道你是个善良的人 但愿能跟你做 一辈子的好姐妹 着 Zenst chosen 这张忠赛 遥想要남 frog 可 大夫人rice 这个ニ november街 Products 这张忠赛 给你让他们的官员 这张忠赛 臣下想请大王收回成命 收回成命 萧大人 当时闹着立太子的可也是你啊 现在怎么了 什么意思 大王 前些时你剑伤在身 生子未卜 现在你完全康复了 营中军心稳定 大王 汉军就像个大家庭 您是一家之主 现在 刘盈和如意尚且年幼 匆匆立下太子 势必引发矛盾 家庭中最忌讳的就是亲人不和呀 当下我们最重要的是 万种一心 击败项羽 这是那天萧和 在你的病榻前 按您的原话记录下来的 请大王自行处置 大王 萧和以为 这东西如果留下来 将后患无穷啊 这话是否 这话是我说的吗 我说过这话吗 大王 你什么都没有说过 姐姐 你回来就好了 不然 我们就要被那个定桃女给欺负死了 下去吧 诺 回来又怎么样 别忘了 在岳阳的时候 我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你是大王的原配 刘盈是大王的嫡子 我们吕家为了大王回家疏难 流血流汗 到头来 不能让外人把一切都夺了去 好了 别说了 一切还都是听大王的吧 我们再争 也是没有用的 再说了 一个人的秉性 就算藏得住一天两天 藏不住一辈子 可是时间不得人啊 他现在是大王的心头肉 遗诏的事情 好了 别说了 从今以后私底下 不准再提遗诏的事情 就当没这回事 大王既会听这个 明白吗 那你准备继续容忍下去吗 你忘了在岳阳受的侮辱吗 谁能担保 这儿不会成为第二个岳阳 女人多的是 大王随时会有新欢 可是她现在最大的本钱 不是美色 是如意 我意已决 收拾她 不如收拾她儿子 出嘴 这话如果让大王听见 饶不了你 不止饶不了你 就连我也脱不了干系 我 好了 从今以后不能再说这样的话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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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如意不见了 她去哪儿了 上武器树林边玩的时候 一眨眼就不见了 我到处找 一直找到现在 连个人影都没有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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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大人 你快来看看呀 刚才还在这儿玩杀死呢 这孩子挺听话的 不让他走远 这么一眨眼就看不见了 周围都找了吗 都找了 我到处都找了 可一个人眼也看不见啊 齐夫人呢 齐夫人 他一天这事就晕倒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小大人 会不会是有人存心的 你说你 连个孩子都看不住 周王 军营的手背由你负责 我怎么办 孩子丢了你也脱不了干系 我的死活倒无所谓 要是如意有个三长两短的 那齐夫人可就完了 别哭了 这件事不准张扬出去 尤其不能让大王知道 周围 你赶紧带人到四处寻找 你 安慰好齐夫人 天黑之前 一定要让如意 在大王面前出现 否则你们谁的脑袋也保不住 骆 快去 大王 大王 来人 夫人 外面怎么这么吵 禀夫人 听说是如意公子走丢了 明中正四处寻找呢 帮我把吕须请过来 诺 姐 你找我 诺 你找我 我找我 你找我 要找我 谁 你找我 你找我 找我 兴许还活着 他现在在一个山洞里面 放心吧 他们肯定找不到 因为洞口被我封死了 你真傻嘛 吕虚 你是要对付那个女人 可是你别忘了 如意是大王的轻生骨肉 万一有什么闪失 你就算是粉身碎骨也抵消不了 姐 我这都是为了你 如果 好了 别说了 跟我走 快点 找 大王 吕智求见 大王 吕智求见 是 不赶不变 你心痛得不逗 你自己在哪儿 你把 exclusiva的 赶紧 你可畅生是 杀了 杀了 是 这件事情 是吕婿干的 孩子找到没有 正在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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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意回来了 带他去清洗 去吧 走吧 算你命大 如果如意找不回来 我非宰了你不可 看在你姐姐的份上 看在你吕家 为我刘继四处忙碌 上下奔波 我饶你一命 滚 不会回配下去 我不想再见到你 滚 谢过大王 莫菊 是 大王 难得啊 难得你如此神明大义 乔 他们撤得差不多了 所以开始撤军左右营拔营撤寨 竟然有序 我不得不说 项羽治军还是有一套的 你的意思是说我治军无方咯 我哪有那个意思啊 您要是治军无方 怎么能跟储君施军立敌 对抗这么久呢 小大人 弟兄们跟咱们闯荡了这么多年 也没得到喘息 我想是不是放他们三天打架 该吃的吃 该喝的喝 只要不出迎门 你觉得怎么样 大王 储君刚刚撤退 我们还是谨慎一点 那万一 小心我心里有这个敌 就这样吧 向大家放松放松 你也放松放松 该吃吃该喝喝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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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 这一大小几十座城池都给予了我 现在是决战 大决战 难道还要有所保留吗 可你要是这样做 会有损你的兵力 那你是不知道 汉王是个小气的家伙 他能把一国之地 给予了我 那是白给的吗 如果仗打得漂亮 来日我是真正的凉王 如果是打尿了 我彭月拿什么 去找他要城要地呢 真傻 我看你就是个无赖 刘邦不是吗 甭管是君子还是小人 只要打赢了就是亡 来人 在 传我的命令 全军以最快的速度 插到项羽身后良道 从现在开始 人不休 拔不谢 诺 出尔反尔让天下人耻笑 大将军 请您以大局为重 火速出兵何为相遇 此番不去 汉王必身陷险境啊 是啊 再不出兵就来不及了 探马来报 彭月已经发兵了 彭月出兵了 是啊 已经发兵了 项羽的部队现在在哪儿 刚刚离开广武 正在向东南挺进 可能已经到了彭城附近了 以项羽的速度 他应该在顾陵附近 被汉王追上 那里无险可守 他们将展开一场恶战 打 项羽没胜算 撤 他又不甘心 故此将陷入一场僵局 这个时候我们出兵 汉王必胜 出多少人马 当然是全部十五万人马 何时出兵 此战关系到汉王的生死 我们一定要等到最佳时机 出兵才有胜算 少宗即逝 少宗即逝 我看这士兵的酒也喝得差不多了 耍也耍够了 女人也耍够了吧 大王 这荒江野岭上哪儿找女人啊 大王身边有女人 真是饱汉子不知恶汉子鸡啊 好 不管怎么样 该收心了 准备打仗 大王 怎么又要打仗啊 就是 干嘛又要打 项羽为什么这么急匆匆地撤走啊 因为他的兵事疲惫 粮草匮乏 一天也坚持不下去了 确实 盟约上写着 鸿沟以西归汉 鸿沟以东归楚 但是你们以为 我们就可以放下心来安享办个天下了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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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 滚 快走 各位将军 项羽为什么会老老实实签订条约 退回彭城啊 好 他是要休养生息 恢复元气 等他元气恢复了 他会毫不犹豫地回杀回来 好 所以 现在是我们先手之敌 乘胜追击的绝佳战机 放假三天 好 让士兵们喝酒吃肉 你们以为要干嘛呀 好 以为吃饱喝足了回家了 是打仗 好 其实这仗我不愿意打 好 不光是我 好 你说谁甚至没伤了 好 好 但是 想来想去 这仗还得打 好 所以说我跟项羽签了盟约 这盟约管用啊 好 项羽会放过咱们吗 我的意思 不如先下手为强 好 好 诸位将军 你们回归各营整顿兵马 准备打仗 这可是一场恶战 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了 明白了 好 去准备吧 嗯 诺 不要炼的东西 传令 全军停顿 在顾灵部署 准备迎击 大哥 我军现在已经赶了很远的路 士族们都疲惫不堪 归心四箭 如果在这个时候投入战斗的话 恐怕对我军不利啊 我一直在等待跟他决战 但总是没机会 好 如今 我已缔约休战 刘邦却背心弃音 从背后偷袭我 这次我非拿下他的头颅不可 大王 我们已经无险可守了 速速退回彭城吧 妹将你说错了 我们只有正面迎击汉军 才能够得胜 卢婉你放屁 向王 正面迎击汉军 我们不会吃亏的 那你告诉我 他为何发动攻击 他找死吗 恐怕他是 识破了我的计策 刘邦这是狗急跳墙 他在打赌 他想拖着我们 等待韩信和彭越的援军呢 卢婉将军 可是现在我们更久没有察觉到 你所谓的彭越 和韩信的援军有任何动静 大王 速速回撤吧 要不然后路一断 我们只有死路一条了 我们一举击汇溃流氓 让韩信和彭越没有选择的机会 向王 你下令吗 储君作战 只进不退 本王已决定 就用卢婉之策 火速击垮汉军 诺 诺 能和刘邦展开会战 一直是向你梦寐以求的愿望 愤怒加上兴奋 古军展现了惊人的战役 向人身先士族 冲锋陷阵 汉军很快就陷入光阔 多亏周国的军团全力阻挡 刘邦的忠军主义 才得以安全退路扬下城内 刘邦下令守城 并伸重防御攻势 而闭门不出 刘邦 刘邦 给韩信和彭月送出的信 有十多天了 到现在这两个家伙 一点动静都没有 别人是指望不上的 这仗 咱们还得打 备好粮食 跟他们拼 拼死一战 我们败了这么多次 不在乎这一次了 项羽和我们的情况不一样 只要我们坚持下去 形势一定会发生逆转的 跟项羽这一仗必须打 我们一定让韩信 彭月 包括项羽知道 我们 照样能打赢 刘邦这只老鼠 总是找洞躲藏 刚一打上又跪缩起来 大哥 我们从彭城运回来的 那么一点粮食 又要消耗殆尽了 加进攻势 彭月韩信 他没有动静吗 梁帝的探马刚回来 彭月并没有出兵 而且奇怪的是 我们派往齐国的探马 没有一人返还 所以子齐以为 我们不如趁机退回彭城 这样可能还有些转机 不 不能走 这一次 我绝不让刘邦活着离开 大哥 你这是戏言还是认真的 你不会不知道吧 这是在自寻死路 无谓的伤亡啊 而且我们死的 都是神经百战的勇士 你不心疼啊 从他们跟着我那天起 就已经决定了自己的命运 子齐 死 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窝囊而死 冲我军令 蒙古扬下 而网 Goku 干一下风吞吞吞 初歌唱借借 多少少离别 看夕阳嬉嬉嬉 贪复了体贴 恰似一宫笑语 往事重点 你的心思我最良好见 我是你的一切 你是我的一切 没有你又何必要什么出何寒净 我宁愿为爱而生为爱而明 多少日也泪水不在你的眼前 我宁愿为爱而生为爱而明 我宁愿为爱而生为爱而生爱而生 我宁愿来中冬了